四大天王 很多经典流传的代表作品 而且还逐渐往演艺权发展 成为了获奖无数的实力派演员 除了歌唱事业和演艺事业之外 刘德华还最心于工艺 所以刘德华在四大天王中 属于挣的钱最多 但是花的钱也比较多 张学友是当之无愧的歌神 他的经典老歌经过时间的洗礼 变成了永恒的音乐 他热爱唱歌 歌迷们也很喜爱他 连犯罪嫌疑人都会冒着被抓的风险 去听他的演唱会 可见他是多么的受人欢迎了 凭借着演唱会 张学友的收入也是很稳定 郭富城的恋情 一直深受广大吃瓜网友们的关注 不过自从和妻子方元结婚之后 就很少出席公共唱歌 近些年郭富城 一直以硬汉的形象拍摄电影 都是一些大制作 所以他赚的也不会太少 黎明的消息 可以说是四大天王中最少的了 不管是在演唱会 还是演戏方面 都不如前几位 虽然他拍摄几部电影和电视剧 但是感觉档子和知名度不是很高 其实黎明把工作重心 放在了经商方面 所以也是赚得盆满勃满 但总体来说 还是比不上前面三位稳定 有一部分网友表示 就算四大天王退出娱乐圈 依靠他们年轻时 所创下的辉煌 也能让他们一辈子 无忧地生活 还能给后代好大一笔钱 还能坚持在娱乐圈里唱歌拍戏 可能就是因为 太热爱自己的工作了吧 另一部分网友表示 在最初四大天王合并唱歌 到后来他们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选择不同的领域发展 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不过如果四大天王能够合体的话 相信一定能引起 不少人们其中的情怀吧 预照四大天王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收入肯定都不会太低 只看他们的工作强度有多高 工作的越辛苦 当然赚的钱就越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